你相信平行宇宙吗?你是否遇到过相同的经历?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?双击点赞加个关注,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。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,以及只存在于我记忆里的那位同学潘博文。 2021年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表的一篇,标题为不存在的同学的帖子,引发无数网友进行讨论,更令人头皮发麻的事。 不少网友也纷纷表示,自己遇到过相同的经历,事情发生在作者。高三那一年某天,当时距离高考还有43天,潘博文是作者初中同学,而且两人都是英语课代表。 因为当时天津高考竞争压力不大,他们上了高三最后一节体育课,之后就要全力备战高考了。 当时博主和同班同学小温在永道上打球,后来觉得太晒了,就准备找个阴凉地方继续打,于是就来到了宿舍楼前。 就在这里,遇到了故事的主角潘博文,和另一个主要人物小军。 小军和潘博文都是石斑的,小军也是通过潘博文介绍认识的,四人就继续打起了球。 后来小温嫌博主手劲太大,于是提出交换对手,就变成博主和潘博文打。 结果潘博文一不小心打歪,一不小心羽毛球掉进了破烂的宿舍楼里,如果是便宜的,没就没了,可是那一个正好是名牌专用球,一个就顶博主的中午饭钱了。 潘博文看出了博主的不舍,于是主动提出去捡球,博主同意了但这也是,博主做出的最后悔的一个决定。 小军也比较好事,也一起跟了过来,留下小温一人看球拍,想要捡球就要进去宿舍楼去。 按理来说残破的宿舍楼,平时一直都锁着门的,可是那天门意外没有锁,一推就开了,随之迎来一股凉风和发霉的味道。 推门进去就是一堵墙,墙上写着住宿规定,落款是03年,往左走就是一楼的宿舍,都是老实的木门虚掩着。 镜头是个洗漱间,弥漫着一种类似安水的味道,楼梯间在一个阴暗的角落,进到楼梯间里面不是很黑,正午的阳光正好能照进来。 只是往下走的楼梯横七竖八地堆了刻桌椅,看了有点害怕,于是博主就提议回去不捡了,咱们中国有个传统就是,来都来了,哪能随便回去。 小军也是一样,他比较瘦身子轻,随便一翻就过去了,于是博主就跟着绕过去,顺便给潘伯文搭把手,他们仨沿着没有护栏的水泥楼梯,一直往下走,堆的东西多,花了大概一克钟,具体往下还有什么。 博主也记不清了,你是否遇到过宇宙平行,潘伯文为何在世人中的记忆消失,为何只有博主和小军知道,博主只记得地下一层还有往下的路,但是被好几个所封上,外围是个大厅,有个敞开的小门连着走廊,门的尽头有亮光正准备向前走,潘伯文突然说,要是掉了要回去拿,于是决定分开行动室后外面会合,博主觉得有亮光,应该是地下室向阳那面,就先跟着小军先进去了。 不过他们走路之后,却什么都没发现,但是他们两人感觉都特别奇怪,明明有光却迷失了方向,连退路都不知道在哪,感觉这个地方跟停车场一样大。 博主说当时情绪复杂,也不是恐惧,感觉肾上腺素飙升一样,随机扭头对着小军喊道,朝着光的方向跑,后来都不知道怎么从,学校后门对着的那所小学的楼道里跑出来,只知道到室外那一刻,两人喘着粗气身边是一群小学生出校门, 连饭都不顾得吃,就直接回学校,进班就看见小温,他说看我和小军不出来,就直接把我们的拍子带回班了。 博主扫了一眼,发现并没有潘博文的,就问了一下,毕竟是个名牌挺贵的,他一脸疑惑地说潘博文是谁,博主说就是跟咱们打球的石班那个啊, 他一口咬定自己不认识潘博文,他们争执了一会也没争出个结果。 等午自习之后,博主去石班找潘博文,结果碰到了小军,他神色异常通红激动地说了一大堆话,声音特别大跟菜市场喊卖一样, 引得周围人用怪异的眼光看向我们,博主问到底怎么了,小军大火到博文没了,博主争了一下,以为出什么事故了, 小军眼泪都出来了,说其他人都不认识潘博文了,刚好有老师路过以为我俩吵架,过来调解。 这时有石班同学路过说,小军中暑受刺激了,博主问过路的同学,潘博文在哪,对方十分诧异地说, 你怎么跟小军一样,他中午回来就一直念叨什么潘博文,可是我们班根本就没这个人啊, 潘博文消失去哪里了,真的穿越平行宇宙了吗?博主听完立马去了宿舍楼哪里, 看到眼前花面博主,当时就瘫软在地,宿舍楼与往常一样上着锁,之后去找体育老师问潘博文, 结果在石班那一栏根本没有他的名字,体育老师也是一脸猛,博主也不知道那天下午怎么过去了, 后来晚自习,听班主任说,石班有个男生压力太大,说胡话,被家长接走了, 回家路上博主响灯QQ看消息,结果手机破天荒没电,按道理说手机一天没开, 不应该续航这么差,只好打开电脑,结果发现,小军被踢出了年级群, 好像发了一百多条潘博文消息,颤抖着搜了潘博文, 没有这个好友当时几乎要晕了,后来手机充满电开机, 又把博主给吓了一跳,时间显示的是1970年1月1日11点52分, 后来连上网络又恢复到了正常,但是相册里的内容大部分损坏, 相机闹钟和指南针也一直无法使用,潘博文这个人犹如人间蒸发, 除了我和小军之外,他消失在所有人的记忆里, 但是博主还记得他的学号,但在看到花名册的时候, 他们班整个学号都潜移了一位,他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家人, 结果却被家人不理解,还被拉到心理医院看医生, 在之后的时间里,博主也陷入了自我怀疑,是否真的是压力太大, 班主任也曾找到博主让他放松,不要贸然接近小军, 小军也是闹腾到二摩消停了,随着事情发酵升级, 好多网友开始讨论这件事情,有相信也有不相信的, 也有人表示自己曾遇到与博主相似事情, 还有人向博主提问,有关潘博文其他信息事情, 博主也能想到之前,与潘博文发生过的许多事情, 只是有许多细节博主也想不起来,并不是刻意隐瞒, 而是关于博文的记忆一直都很模糊, 好像打上马赛克了一样,后来博主又发文澄清, 是自己在极端悲愤中,将自己幻想的朋友具体化, 在大脑胡乱思绪下写下的,并不是真实事情, 好了,视频就到这里了, 那么你相信平行宇宙的存在吗?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